做人要公正 当你的心情不好 或者激动的时候 不要对任何事情 闯出决定 因为当时是感情用事 所作的决定 往往使你有一天会懊悔 你需要让头脑冷静下来 想通了才下决定 这样的决定才能不偏不倚 我们要学习容忍或者宽容 因为这种品格 能够帮助我们避免闯处做决定 使我们同情他人的困难 避免我们有催无求疵的倾向 使我们了解 即使最完善的人都难免有过失 其实别人的弱点 亦都可以在我们身上找得到的